各位網友,今天是12月6日,星期日 上午的11點多,有跟大家聊聊天 昨天沒有錄影片給大家聊聊天 因為昨天都很忙,由11點就做聖誕燈 一路就做到三四點天黑之前 所以時間都很緊張 先去影片給我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網友,今天是12月5日,星期六 老貴今天出來去我自己的屋苑拍攝 聖誕氣氛給大家看看 現在是四點多鐘,已經差不多天黑了 有些屋子已經掛了聖誕燈 都掛得美輪美換,挺漂亮的 這間就掛在門口上高,淫棚上高 還有那棵樹上高,有些燈色 這間圍著屋子,圍著屋頂上高 都掛了燈,還有門口也掛了 那棵小矮廚都掛了燈,這間也做得挺漂亮的 這間也不斷地掛了少許 這間也不斷地掛了少許 這間也掛了少許 這間也掛了少許 不是每間掛的,這間就沒有什麼掛了 這間就非常漂亮,做得 花了很多心思,都不錯 做得不錯 前面有棵樹 有那些投射燈 有一隻綠頭,裡面的門也掛得很漂亮 非常有特色,這間掛得很漂亮 這間也是這麼熱的,掛了少許 這間也不錯的 這間有棵樹頭在屋子的門口前面 樹也掛了燈,兩棵樹也掛了燈 這些是很典型的聖誕設計 不是每間屋子都掛了聖誕燈 有些屋是信奉不同的宗教,所以他們不掛 一半一半左右掛聖誕燈 這間是英國來說 因為有很多是莫斯林教 有些是信奉教 有些是信奉教 有些是猶太教 有很多 這間也有掛了 這裏三間都掛得不錯 不錯 有些就是喜歡 有些只是金色 有些是五眼六色也有 有些是五眼六色也有 好像現在這間閃得很厲害 那間也有個星在閃閃閃閃 這間只在樹上掛了一棵樹 遲下我們出去 WINFLOW TOWN拍攝聖誕氣氛給大家看 謝謝大家 看完片,覺得英國聖誕氣氛如何呢? 我們這個小小的屋苑,一半人都將燈結彩的聖誕節 今年有點退色,因為疫情影響到心情,所以我覺得是少了 英國人說信基督教、天主教的信仰 但已經很少人在聖誕禮拜,甚至我契爺、契媽、契爺在生 現在都很少聖誕去聖誕節 不要說宗教,聖誕節的元素已經少了很多 主要是一個普世歡騰,大家慶祝那段開心心的節日 現在是這樣的形式 老鬼從小到大給我爸爸填耳墨花 每個聖誕節我都搞的,裝飾間屋 煮聖誕節,煮聖誕餐,買禮物,寫聖誕卡 這些是一定要做的,老鬼做了幾十年 由我適聖到現在都做的 我當時很小,在佐敦道,住一個單位 五百多尺,還要分租給別人 從小到大都有寫聖誕卡,有佈置家 煮聖誕餐,完全是西式的 不是用筷子匙羹食的,是用刀叉食的 我爸爸買了一套,因為我家有八個人 爸爸媽媽和六兄弟姊妹 一套餐具有八個人 八個人用的,有餐碟,有湯碟,有Side Plate 有刀叉,都頗試正的,連年聖誕都煮 有頭盤,二盤,有湯,有甜品 雖然我爸爸沒有受過西方教育 但他在這方面很西化 閒聊聊聊 現在來到英國,我都堅持做聖誕餐 做什麼聖誕餐呢?燒雞 傳統上是燒火雞 因為火雞,我家人甚至乎我都喜歡吃 因為火雞比較粗和難熟 現在有時燒火雞胸 如果不是燒火雞胸,就燒一隻雞 或者有時前幾年都有燒牛扒 說起聖誕,今年真的退色 燒火雞胸,也少了很多擺設 聖誕樹也有製造 因為沒有了聖誕購 聖誕購是一個很大的元素 沒有了聖誕購 所以氣氛真的減了四分三 真的有四人三 而且電視機的都少了廣告 所以聖誕氣氛是大大的減退了 聖誕禮物,今年我們都未收到 之前都收到 因為我老婆聖誕節到處買糖果 因為我生病,餅乾,包起他 一盒一盒包給他送給親戚 今年是沒得去的 所以完全是沒有了,死了 這個聖誕是老鬼這麼久以來最退席的一個 聖誕節,希望過了聖誕節之後 過了聖誕節之後,過了疫情減退 大家開心心 明年2021年有個更加開心的聖誕 今天就說到這裡 我會再錄一個影片 就是回答網友的問題 等待會見,拜拜